後面的部分我們要看這個第六個單元 所以第六個單元的話請各位看一下 在雲端白板裡面的六 第六個單元因為是好幾個小單元 0601一直到0608 好多 因為跟網路爬通的東西太多了 所以把它分成有八個單元 以我們目前的時間來看 可能沒辦法每個都講到 所以我會挑最重要的部分 第一個如何抓取主機或server 或網路上的開放資料 比如說網路上很多CSV、Json檔或XML 那我要怎麼樣把它抓到我們的電腦 我們的python裡面做處理 那抓取的話很麻煩一點 第一個可能你電腦裡面要先有那個pipe 這個pipe的話指的是說 我要去抓取那個python官網 其實你打pyp 你可以看到其實就是這個連結 它會是在我們的那個python官網上面 如果你打那個python的官網 python的網站上面的話 其實它之前我們是打那個python 這個網址它其實就是這個byplyp 這個就叫做python的package 其實package就是外掛啦 就是一個套件 每一個套件的話 它就可以幫你解決一個問題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目前在那個python的官網上面呢 有多少個package 就外掛喔 有沒有 你可以看到底下有數字 總共的話有28萬3000多個 有沒有 也就是說 這麼多外掛 那每一個外掛就象徵了 一個解決方案 OK 那你只要懂得怎麼樣 把一個那個外掛裝到Python裡面的話 那你就可以解決一個問題 比如說我今天 要從網路上抓資料的話 有點像模擬那個瀏覽器 連到某一個網站 裡面抓某個檔案回來的話 那我會需要在這邊我們可以 我會需要 用到有一個外掛叫Request 這樣意思 Request吧 顧名實際上需求 意思說 我從主機那邊 跟他講說我需要什麼 需要什麼資料 他就把資料丟給我 那我把它抓到而已 OK 那Enter的話你會發現 Request 其實有這麼多 好多有沒有 其實第一個就是我們要的 點擊進來 那這邊會出現什麼 Request的版本 目前是2.25 1 那怎麼安裝 底下會跟你講說 你可以用這個 這個PIP 然後 然後 Install Request 就可以了 就可以把它安裝 安裝的方法 有點麻煩 而且首先 我們的版本裡面 好像預設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 如果你要安裝這個的話 我先裝個這個 第一個 你必須要先 打開 低疊的 這個Python384 找到scripts 就一樣spider的目錄 在上方點一下 輸入那個CMD Enter一下 OK 然後呢 接下來呢 把這個 指令有沒有 叫PIP Install Request 打在這裡 當然如果你 不自己打的話 你可以怎麼 這邊有個複製 點一下喔 他蠻貼心的 Copy的 然後你直接在這邊按右鍵 就貼上 然後你按Enter 他就幫你安裝了 那因為我剛剛已經裝過了 他這邊already 已經裝過了 甚至如果你假設啦 你要把uninstall的話 你就加一個什麼 加個un就可以了 加個un uninstall 如果我要把它移除掉的話 那我就打 request q u e s t s Enter一下 他就是 幫我把它 移除掉了 他問你要不要繼續 yes 那就 那如果要安裝的話 一樣喔 把它再 複製有沒有 再貼過來 Enter一下 他就開始 有沒有 裝的話 他就是從網路上 download下來 download幾 可以幫你把它放到哪裡 放到我們的那個 Python的 函事庫的 某個路徑就對了 OK 其實就大概這樣啦 只是我發 當然其實沒有很困難 可是喔 我發現還是有同學對這個 文字模式喔 不慎熟悉啦 所以很容易造成 錯誤 所以待會喔 如果你們想要安全的使用它的話 那我建議喔 你直接乾脆喔 在那個雲端 安裝環境裡面喔 把這個重新下載 重新蓋過你現在的那個版本 因為這裡面是已經安裝好的 那你們可以怎麼練習啦 反正喔 把你舊的先移掉 然後重新解壓縮之後 然後呢 我剛剛在 動作做一遍喔 一切到這個 384裡面的scripts 點一下上面喔 打一個cmd Enter 然後你先把它uninstall好了 如果你安裝的話 你就打一個 這個 PIP 空一格 install前面加個余溫 uninstall Request 然後呢再重新把它install 這樣OK啦 不要簡單一點點 那如果你不想做的沒關係啦 你知道就可以了 OK啦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來看 那如果你第一步已經有Request的話 那待會我會教各位喔 如果透過Request 模擬那個像瀏覽器一樣 你跟他講一個 講一個網路上的一個路徑 然後你把那個路徑裡面的東西抓下來 做練習 OK 有點像是一個流 你不用開瀏覽器 就等同是有瀏覽器的那個功能 有沒有 等於是瀏覽器上面 能夠抓的東西啦 Request也可以通通幫你抓下來 基本的爬蟲 OK 但是有很多東西喔 你會在網頁上面的那個結構非常複雜 如果全部抓下來 有很多是你不要的 那你要怎麼樣把裡面要的把它抓出來 不要的剔除掉 這個又是另外一個階段的東西了 OK 所以 請各位先試試看啦 那我是建議喔 可以先直接從我那個網路上懶人包喔 重新下載重新解壓說好了 因為 已經裝好了 比較不會發生問題 不然的話 你可能要先 裝那個 剛剛第一個PIP 還要先把它get到 然後還要再安裝 我覺得 難度 有點頗高的 OK 所以 我乾脆 直接就幫你們 把它裝好了 你就把它解出來就可以 OK